灵性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逐渐发现 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并不来自于外在的拥有 而是源自内心的安宁和丰盛 当我们开始将注意力从追求物质转向内在的成长 外界的事物反而会自然而然的流向我们 这种转变不仅让我们更加平和 也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换句话说 灵性越高的人懂得不再执着于结果 而是享受过程 这反而让他们更容易成功 这样的心态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对许多人来说 这是一段漫长的心灵旅程 我们从一开始对外界的强烈渴望 慢慢转变为对内在的宁静追求 当我们不再依赖外在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反而能更自如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这让我们看似不再那么在乎外界的事物 却能以更轻松的方式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灵性成长的人往往会发现 内心的平静比任何外在的成就都更加重要 当我们内在的力量变得强大 我们就不再需要依赖外界的事物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这种内心的充实感让我们不再过分追求物质 而是专注于生活中的每一刻 这样的心态让我们更加专注于当下 反而更容易获得成功 很多人在生活中会发现这样的现象 当他们越想得到某样东西时 往往越得不到 但当他们放下执念 转而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内在时 那些他们渴望的东西反而会不期而至 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放弃了目标 而是他们不再过度执着于结果 而是享受过程 这样的心态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能量和智慧 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这种现象也可以用吸引力法则来解释 当我们过度渴求某件事情时 我们的焦虑和压力会让我们无法达成目标 但当我们学会放下 内心变得平静时 宇宙的能量便会开始流向我们 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 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 而是我们要学会如何在不执着的情况下行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许多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 会感到极大的压力和焦虑 他们日以继夜的工作 却发现收效甚微 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在被焦虑和压力占据 无法真正专注于他们的目标 然而 当他们开始学会放下对财富的执着 转而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内在时 他们会发现自己内心变得更加平静 工作效率也大大提升 结果财富反而开始不断地向他们涌来 这个现象在灵性成长的过程中非常常见 当我们内在的世界变得平静 外界的事物反而会自然而然地流向我们 这是一种自然的能量流动 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学会如何顺应这种能量 而不是逆流而行 当我们内心的执着被放下 宇宙的能量便会开始流动 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愿望 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需要努力 而是我们要学会如何以平静的心态去面对挑战 当我们能够在不抢求结果的情况下行动时 我们反而会发现自己更容易达成目标 这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已经不再被焦虑和压力所束缚 而是能够自由地发挥我们的潜力 许多成功人士都有类似的经历 当他们不再过度执着于结果 反而专注于提升自己时 成功自然而然地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他们不再被外界的压力所困扰 而是以更加从容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这样的心态让他们能够更加轻松地达到他们的目标 而不需要费尽心思去追求 内在平静 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听起来有些抽象 但对灵性越高的人而言 这是一个切实可感的状态 他们理解 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在 而非外在 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动荡不安 内心的平静依然可以如一片深邃的湖泊般安详 没有波澜 这种心态并非一朝一夕可达成 而是在经历过无数次的自我审视和内在修炼后 逐渐达到的一种境界 现代社会中 我们常常被各种事物所困扰 无论是职场的压力 人际关系的纠葛 还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这些外在的因素 时常使我们感到焦虑和不安 然而 灵性越高的人明白 外界的不稳定 无法真正左右他们的情绪和心境 当他们发现 所有的焦虑和压力其实是来自内心时 他们便开始将注意力从外部转向内部 寻找真正的平静支援 灵性成长的人不再将自己卷入外界的风波中 而是学会了与自我对话 他们明白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 内心的稳定是掌控在自己手中的 这样的理解让他们能够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从而不被外界的起伏所左右 这种平静并不是冷漠或逃避 而是一种深刻的接受与理解 接受生命中的无常 并理解每一刻的当下都充满了独特的价值 有些人可能会问 内在平静和成功之间有什么关联 其实内在平静恰恰是成功的基础 当一个人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时 他们能更清晰的思考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反之当我们处于焦虑或压力状态时 我们的判断往往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从而做出错误的选择 灵性越高的人深知这一点 因此他们会优先确保自己的内心处于平静的状态 这样的心态使他们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无论是事业 家庭 还是人际关系 追求内在平静并不意味着对生活中的事物漠不关心 相反 灵性成长的人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 但他们的关注不再是基于对外在成果的渴求 而是基于对每一刻的真实体验 这种态度让他们能够真正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而不再为未来的得失所困扰 这样的平静让他们拥有更高的抗压能力 也能够更加专注于当下的工作和目标 从而取得更加持久的成功 当一个人拥有内在的平静时 他们周围的人也会感受到这种能量的传递 这种能量不仅影响住他们的行为和决策 也影响住他们周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 内在平静的人不仅能够自己受益 还能够将这种正向的能量传递给他人 从而吸引更多积极的事物和人来到他们的生活中 这种影响力并不是通过强制或控制来实现的 而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 当一个人拥有内在平静时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吸引力 追求内在平静并不是要我们逃避现实生活中的挑战 而是要我们以更加成熟和稳定的心态来面对这些挑战 这样的心态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不会感到恐惧 而是能够冷静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灵性越高的人懂得如何平衡内在的平静与外在的挑战 他们不会因为外界的风浪而失去方向 而是始终保持着内心的稳定 从而在生活中走得更远 在这样的内在平静中 灵性成长的人会发现 成功和快乐并不是来自外界的拥有或成就 而是来自于内心的丰盛与安定 他们不再需要外界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价值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当他们不再执着于外界的成果时 反而会发现成功自然而然的到来 这是一种深刻的智慧 而这种智慧是随着灵性的提升逐渐显现的 当我们谈论灵性成长时 很多人会联想到精神上的提升 冥想或心灵的平静 然而灵性成长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情感的解放 这并不是指放弃情感 而是能够不再被情绪所束缚 从而真正体验自由 当一个人不再受到情感波动的困扰时 他们的生活也随之变得轻松自在 并且更能够以开放心态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我们生活在一个情感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每天都在经历各种情感的波动快乐 悲伤 愤怒 恐惧等等 而灵性成长的人不会否认这些情感的存在 但他们学会了如何在经历情感时 保持一种内在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让他们不再因为外界的变化而情绪波动 从而能够更加理智 冷静地面对各种挑战 举个真实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感自由的重要性 沙拉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创业初期 他总是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情感上的波动 当他的公司遇到困难时 他常常感到焦虑不安 而当公司有好的业绩时 他又会感到极度的兴奋 这种情绪的起伏不仅让他的决策不够理智 也影响了他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有一天 他参加了一个朋友推荐的灵性工作坊 在那里 他第一次接触到灵性成长的概念 这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 随着他逐渐深入了解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外界的事情牵动情绪 而这正是他内心不稳定的根源 灵性学习让他开始反思自己内在的情感模式 并开始改变对待情感的方式 几年后的沙拉已经变得截然不同 当他的公司再次面临市场压力时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陷入焦虑之中 而是以冷静和清晰的心态面对问题 他不再需要用外在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因为他内心的情感已经不再依赖于外部的成功与失败 他也开始与团队建立更加真诚和开放的关系 这使得他的公司在逆境中更加稳定 反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这个例子显示出 当我们的情感不再受到外界的影响时 我们就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这种自由不仅体现在我们的心灵上 也体现在我们的行为和决策中 灵性越高的人不再被自己的情绪牵制 而是能够在情感的风暴中保持内心的平静 这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稳健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情感自由与成功之间的关联并不那么明显 但事实上 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当我们被情绪所束缚时 我们的思考和行动都会受到情感的影响 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而当我们拥有情感自由时 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清晰 行动也更加果断 这样的情感稳定性 不仅让我们能够在困难时期保持冷静 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机会 灵性成长的人不会压抑自己的情感 他们依然会感到快乐 悲伤 愤怒等情绪 只是这些情感不再对他们的生活 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当他们经历这些情感时 他们能够深刻地感受 却不被他们所左右 这样的情感自由让他们在人际关系中 更加真诚和开放 也让他们在生活中更加自在和从容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结构高度复杂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同 这种对认同的需求 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体系中 从我们还是孩子时 便被灌输了要获得父母 老师和同侪的认可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需求逐渐延伸到我们的职业 社会地位和财富积累上 现代社会中 认同感似乎成为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 然而灵性越高的人往往会开始质疑这样的标准 他们意识到外在的认同只是暂时的 而且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外界的变动而改变 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他人的认同之上 那么他们的内心将会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因为他人的看法总是多变且不可控的 灵性成长让人逐渐摆脱对外在认同的依赖 转而专注于自己的内在价值 当一个人不再需要依靠外界的赞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时 他们会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轻松 他们不再为了取悦他人而改变自己 不再因为他人的评价而感到焦虑或自卑 他们能够真正做自己 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吸引到更多真心欣赏他们的人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例子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约翰是一位设计师 他年轻时一直以追求外界的认同为目标 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获得业界的赞赏 并因此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风格 迎合市场的需求 然而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的作品始终无法引起太大的关注 这让他感到非常挫败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 有一次 约翰参加了一场关于灵性成长的讨论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多年的焦虑和压力 源自于对外界认同的过度依赖 他决定不再迎合别人的期望 而是开始专注于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设计理念 这个转变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他不再担心市场的反应 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 寻找内心真正的声音 令人惊讶的是 当他开始不再追求外在的认可时 他的作品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赞誉和关注 许多业界专家开始注意到他的创新风格 并对他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他不仅因此获得了许多设计大奖 还得到了许多合作机会 约翰的故事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不再过度依赖外在认同时 他的内在潜能才会真正释放出来 从而达到更高的成功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 而是有其深层的原因 当我们不再渴求外界的认同时 我们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会达到新的高度 因为我们不再被他人的期待所束缚 我们能够以更真诚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内心 创造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这样的创作过程不仅更加愉悦 结果往往也会更加丰硕 灵性成长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成功的定义 也改变了我们追求成功的方式 当我们不再依赖外在认同来评价自己的时候 我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都会大大提升 这种内在的力量让我们不再畏惧失败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的价值都不会因此改变 这样的心态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尝试新事物 敢于挑战未知的领域 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此外 不再依赖外界认同 也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更加真诚和自如 当我们不再需要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时 我们能够更加真实地表达自己 并且更加接纳他人的不同意见 这样的互动不仅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和谐 也让我们吸引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这些人不会因为我们的外在成功而来到我们的身边 而是因为我们的内在价值而被吸引 你有没有发现 当一个人达到一定的灵性高度时 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变得更广 更深 他们似乎能够更透彻地看待周围的事物 不再仅仅从表面去评判一个事件或情境 而是能够看到更深层的意义 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他们的灵性成长 让他们超越了对事物的简单判断 开始追求更深刻的洞察力 这种理解力不仅体现在对事物本质的洞察 还表现在他们对他人情感和行为的深度理解上 灵性越高的人往往拥有极高的同理心和洞察力 他们不会轻易地对他人下结论或批评 因为他们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经历的故事和内在的挣扎 这种理解力让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更加温和 包容 从而能够建立更深厚 更真诚的关系 你是否曾遇到过这样的人 他们似乎总是能够站在你的角度 理解你的困难与挑战 即便你没有表达太多 他们也能感受到你的情感波动 并给予你适当的支持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自然的能力 而是因为他们的灵性高度 让他们拥有了更敏锐的理解力 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上 而是能够透过表面看到更深层的动机和情感 这种更深的理解力还让他们能够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他们不再像大多数人那样被困在表面问题上 而是能够看到更广阔的视角 理解到每一个挑战的背后都有其意义与目的 这样的理解力使得他们在面对困难时更加冷静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他们灵性成长的一部分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举一个简单的故事 来自一位著名作家的亲身经历 珍妮是一名小说作家 曾经遭遇过事业的瓶颈期 她的书籍长期无法获得好评 这让她一度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 并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否定 然而 某次旅程改变了她的一生 她遇到了一位老僧 这位僧人没有给她任何具体的建议 只是与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 这次对话让珍妮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写作 并发现自己之前对成功的理解过于狭隘 她开始明白 自己写作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获得外界的赞赏 而是为了表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这种洞察让她不再执着于市场的反应 而是专注于探索自己心灵深处的故事 结果 她的新书已经发表变大获成功 因为它充满了真实的情感和深刻的洞见 这正是因为她经历了灵性的提升 从而获得了对自己和世界更深层次的理解 当一个人拥有了更深的理解力时 他们的生活也会发生彻底的变化 他们不再为了小事而烦恼 不再被外在的得失牵动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只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更重要的是 他们理解了生命的本质 知道每个经历背后都有其意义 而这样的理解让他们能够以更广阔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那么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灵性的提升 当一个人不再仅仅追求物质上的成功或外在的认可时 他们的心灵开始向内探索 寻求更深的意义 这让他们的思维变得更加开放 能够容纳不同的观点和价值观 他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开始理解每个人都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 每个人的经历和感受都是值得尊重和理解的 这样的理解力不仅让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如雨得水 还让他们在事业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因为他们能够看到问题的本质 而不是被表象所迷惑 他们能够迅速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 并采取行动 他们不再被短期的得失所影响 而是能够以长远的眼光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总是追求永恒 却总是失望 无论是关系 事业 还是财富 我们似乎都希望一切能够永久不变 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 生命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从季节的变迁 到人际关系的嚣张 甚至到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 无常无时无刻不再影响住我们的生活 我们能否真正接受这一点 灵性越高的人似乎早已看穿了这一点 他们不再为了追求稳定而疲于奔命 而是学会了在变化中找到平衡 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经常被教导要追求安全感和稳定性 无论是买房 稳定的工作 还是建立长期的关系 我们都被鼓励去寻求这些不变的象征 但这种追求真的能带来内心的安定吗 当我们因为无法掌控外在的变化而感到焦虑时 我们是否反而忽略了无常本身的美妙 举一个例子 丽莎是一名职业女性 她的生活一直都井然有序 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婚姻 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 有一天 她的公司因为经济不景气而突然宣布裁员 丽莎也不幸在其中 这个变故让她措手不及 她感到极大的焦虑和迷茫 过去的稳定让她习惯了掌控生活中的一切变化 但这次的突变却让她无法应对 在失业的几个月里 丽莎经历了灵性上的一次巨大转变 她开始反思自己过去对稳定的依赖 并逐渐意识到 无常其实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与其抗拒她 不如接受她 当她开始接受这种变化时 她发现自己不再感到恐惧和焦虑 相反 她开始学会在变化中找到新的机会和意义 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 当我们能够接受生命中的无常时 我们的内心反而会变得更加坚定与强大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悲论 为什么我们在接受无法控制的变化后 反而能够找到稳定 事实是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外界的变化时 我们的内心就不再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你是否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当某件你无法预料的变故发生时 你感到自己被推入了未知的深渊 你当时是如何应对的 有些人可能选择抗拒 试图重新掌控局面 而有些人 特别是灵性成长的人 则选择接受这些变化 并在其中找到新的方向 这样的选择 是否让他们变得更加从容与智慧 答案往往是肯定的 无常不仅仅是外在世界的变化 还包括我们内在世界的变迁 我们的思想 情感和观点也在不断变化 当我们开始接受内在的无常时 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开放和灵活 我们不再执着于某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或信念 这让我们能够更灵活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灵性越高的人往往拥有更高的自我意识 这让他们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无常 他们知道变化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对变化的恐惧 当我们停止抗拒无常 并学会与它共舞时 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平静 这种平静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稳定 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接受与理解 这种内心的转变让我们能够看到无常背后的机会 当一个门关闭时 往往另一个门会随之打开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无常的变化中看到这样的可能性 当我们执着于过去的稳定时 我们的视野往往会被狭窄的焦虑所遮蔽 无法看到新的机遇 而当我们学会接受无常 并以开放的心态去迎接它时 我们反而能够发现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看到无常是生命的一部分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 它都在发生 灵性越高的人 不再与这种自然规律抗衡 而是选择接受它 并在其中找到平衡 这让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更加从容不迫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 他们的内心都不会被轻易动摇 这样的心态是否让他们在面对人生中的挑战时 显得更加有力量 当然是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目标和结果导向的世界中 无论是在事业 家庭还是个人生活中 似乎每个人都在不断追求某种结果 我们习惯于设立目标 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奋斗 似乎只有在达到目标的那一刻 我们才能感受到满足与成就 然而 当你全心全意追求一个目标 却发现自己越来越焦虑 压力越来越大时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 当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结果上时 我们的内心就会被结果是否达成所牵制 这样的心态让我们无法真正享受当下的过程 因为我们总是在思考下一步 总是担心如果结果不如预期 自己会感到失落或挫败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一件事情无法如你所愿时 你是否感到沮丧 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 灵性成长的人往往不会如此焦虑 他们明白 结果固然重要 但结果并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当你一味追求某个结果时 往往忽略了过程中的成长与体验 这种放下对结果控制的心态 让灵性高的人能够更加专注于当下 享受过程 这反而让他们更容易获得内心的自由与满足 让我们看看一个真实的例子 这个故事来自一位演员的经历 小丽是一位年轻的演员 刚开始进入演艺圈时 她非常渴望成名 她参加了无数次试镜 并为每一次机会竭尽全力 然而 每当结果不如预期时 她都会感到极度失望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行业 她对成功的渴望 让她陷入了持续的焦虑和失落之中 有一天 一位导师告诉她 成功并不是你唯一需要追求的东西 真正的成就是在每一次表演中 找到自己的热情与快乐 这句话让小丽开始反思自己的心态 她逐渐意识到 自己太过于专注结果 反而忽略了作为演员的真正乐趣表演本身 于是 她开始调整心态 不再单单为了结果而拼搏 而是专注于享受每一次表演的过程 奇妙的是 当她不再对结果过分执着时 她的演技得到了显著提升 并且很快获得了她梦寐以求的角色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我们放下对结果的过度控制 反而更能释放出真正的潜力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当你过于贯注结果时 是否反而失去了追求过程中的快乐 这种心态是否让你感到更加焦虑和压力重重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灵性成长的人 能够在不执着于结果的情况下 反而更容易达到成功 在现代社会中 许多人将结果与自我价值挂钩 似乎只有达到了某种结果 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与价值 然而 当你将自己的幸福与成就感 完全依赖于外在的结果时 这样的心态无异于将内心的平静 交给了不可控的外界变数 你是否愿意让自己永远处于这样的不稳定状态中 灵性高的人明白 结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而真正的成长与快乐 往往来自于过程中的体验与学习 当他们不再过分控制结果时 他们的心灵变得更加开放 能够接受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并从中找到成长的机会 这种不执着于结果的心态 让他们能够在人生的各个阶段 找到内心的自由 他们不再将自己的幸福 建立在某个具体的结果之上 而是从日常的每一个细节中 汲取满足与成就感 当你不再被结果牵制时 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加丰富而充实 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巨大成功的人 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告诉你 真正让他们感到满足的 并不是那个最终的结果 而是他们在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 无论是挑战 困难 还是喜悦与成就 这些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让他们成长和成熟的关键 而那些仅仅追求结果的人 往往会在结果达成后感到短暂的快乐 却很快再次陷入下一个追逐之中 无法找到持久的满足 这不仅让我们思考人生中真正值得追求的 究竟是那一个具体的结果 还是过程中的每一次体验 我们是否能够在不放弃目标的同时 学会放下对结果的过度控制 从而在过程中找到更多的快乐与成长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灵性成长的路上深思 你是否也在寻求这种灵性上的成长 你是否愿意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更多的平静与喜悦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些观点中学到一些东西 无论是对自我的探索 还是如何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变化与挑战 灵性成长并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 但它无疑是一条让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 找到内在力量的途径 感谢你今天的观看 希望我们这次的讨论能为你带来一些启发 并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自由 我们下次再见